见此,这名领队的神水工弟子看向其他人问道,赵捕快呢? 面对领队的这名神水工弟子的询问,其他弟子也是一脸的茫然。 见此,领队的神水工弟子哪里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分明是之前几人的注意力全放在楚清禾的身上,将姓赵的捕快给忘了。 沉吟了几夕后,领队的神水工弟子只能拿出画像对上前对着此刻靠近的小赵问道, 这位姑娘,敢问几日前,你可是带着此人的尸体前往官府领取了悬赏? 看了一眼这甜薄光的画像,小赵轻轻点了点头道,不错。 听到小赵的回应,这名神水工弟子才是松了口气,随后眼带心喜道, 那姑娘可是有从那甜薄光的身上,发现一个玉佩。 小赵满是茫然道,玉佩? 没有啊。 我只搜出了一个钱袋,但将钱袋倒出来的全都是铜粉和银粉,风一吹就没了。 这话一出,几名神水工的弟子眉头均是紧皱了起来。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更是眉头紧皱。 倒是一旁的楚清禾不禁翻了个白眼。 得,这算是无解了。 随后视线瞥了一眼东方不败和妖月, 估摸着,就是当时妖月和东方不败动手给甜薄光编尸的时候, 脸带着将甜薄光身上那玉佩也是拍得粉碎。 而面对楚清禾的视线,东方不败和妖月都是眼观鼻鼻关心, 一副和自己无关的神情。 这边,在皱眉思索了少许时间后,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忽然偏过头看向楚清禾。 公子,门规所限,我们必须要将玉佩收回来, 能够让我们在公子这家中搜索一下。 这话出口,一旁的妖月则是眉头一皱, 看向这几名神水工弟子时, 语气冰冷道,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搜本座这院子。 清冷的声音之中满是不屑和傲然, 使得一旁几名神水工弟子听到妖月这话时, 皆是眉头一皱。 或许是妖月忽然地出声, 而让神水工的弟子被吓到了。 亦或是此时, 妖月那视线太过于给人压迫感, 使得一名神水工弟子感受到危险忍不住运转了内力。 不过,就在这名神水工弟子内力运转的瞬间, 却是面色骤然大变, 随后,在身体轻颤了几下后, 便是直接倒在了地上。 突如其然的变故使得其他几名神水工弟子 皆是面色大变,不约而同地运转内力。 即便是那名领队的神水工弟子, 亦是先天境初期的真气瞬间涌动。 只是,便如一开始那名倒在地上的神水工弟子一样, 随着这几人身体之中的内力和真气流转, 几人皆是感觉到身体之中的内力和真气消失得干干净净不说, 身体的力气也是瞬间被抽空。 为首的神水工弟子虚弱出声道, baby,你们竟然下毒。 将几名神水工弟子的反应收入眼中, 东方不败和妖月妓女稍稍正了一瞬后便恢复了淡然。 知道楚清和此前便已经暗中有所准备。 看着地上的几名神水工弟子, 屈飞烟看向楚清和道, 公子,这几人怎么处理? 要不? 一边说,屈飞烟一边对着自己喉咙哗啦一下示意。 楚清和美好气道,不至于。 杀人又不是什么好事情, 就现在这几名神水工弟子的情况, 倒是不至于到这一步。 随后, 在小招按照楚清和的要求去倒一碗水过来时, 楚清和缓缓蹲下对着领队的神水工弟子道, 出门在外, 防范于未然, 还望几位姑娘勿怪。 说着, 顿了片刻后, 楚清和继续道, 在下这边姑娘几人所说的玉佩, 或许是那甜薄光用在了其他的地方, 家中不便, 的确不适合让几位姑娘搜查, 也希望几位姑娘不要为难, 毕竟以和为贵, 相安无事最好。 在话说完后, 楚清和接过小招递过来装了温水的婉然后, 在汁中放了一些药粉。 等到这些药粉融化之后, 楚清和才是递到领队的神水工弟子面前。 这是解药, 毒解了后, 一克中后, 不要动用武功, 毒便能彻底排除。 看着面前楚清和这温和的笑容, 以及俊美的面容, 这神水工弟子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喝了一口解毒的水。 等到将这些解毒的水分别给这几名神水工弟子喂了一口后, 不过短短时期的时间, 几人便感觉身体之中的气力都是恢复了不少。 将碗递给屈飞烟, 楚清和对着几位神水工弟子道, 若有冒犯, 还望几位姑娘不要介意。 说着, 楚清和对着几女示意一下。 见此,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看了一眼妖月和东方不败, 再看了看楚清和。 起身后, 再对楚清和点头示意了一下冒犯了。 多谢公子手下留情。 楚清和轻笑道, 客气。 闻言, 领队的神水工再次点了点头, 然后才是带着其他几名弟子离开。 去飞烟见此, 也是跟在几人的身后。 等到几名神水工弟子离开后, 去飞烟才是重新将门关上。 转过头看着关上的门, 一名神水工弟子看向领队的神水工弟子问道, 孙师姐, 现在怎么办? 姓孙的女子摇头道, 那位公子明显没有歹意, 想来玉佩是真的不在他这边。 声音刚落, 就有人附和道, 是啊。 刚刚中了毒, 若是那位公子想要害我们, 也是轻而易举, 倒是我们要搜加显得唐突了。 还好那位公子并没有坏心思。 将周围几名神水工弟子的话收入耳中, 姓孙的女子也是点了点头。 说来奇怪, 明明中了毒遭了暗算, 可偏偏几名神水工的弟子, 不但没有对楚清和声出半点的不满。 尤其是想到楚清和给自己喂解药时, 姬女反而是眼神轻晃。 完全对楚清和恨不起来不说, 反而愈发觉得楚清和谦逊有理, 不像是坏人。 这毒, 中得不亏。 所以说, 在处理事情上, 方法总归是重要的。 方法用得不好, 火上浇油。 方法用得对, 把人卖了, 说不定被卖的人还开开心心帮着数钱。 美色虽是刮骨刀, 却也是疗心的良药。 这也是为何, 上一世中, 那么多公关公司中, 总是年轻貌美, 或是帅气健壮的应聘者, 优先录取了。 少许时间后, 一名神水宫弟子问道, 那玉佩的事情怎么办? 姓孙的女子想了想道, 如实禀报传信回神水宫, 让公主定夺吧。 说完, 转过头看了背后这楚府二字后, 几人才是相继离开。 只是在行走间, 几人的嘴中却隐隐约约带着 将那姓赵的捕快打一顿, 或是打两顿的话。 有的时候, 快乐是会转移的。 悲伤, 亦是如此。 世间上, 总是会需要一些人负重而行, 只不过有的时候是主动负重, 有的时候, 是被迫承受自己不敢承受的痛苦。 院中, 返回到内院的曲飞烟说道, 公子你这次下的毒倒是挺温和, 连口血都没吐。 听着曲飞烟所问, 楚清和美好气道, 你很想擦地板吗? 真要吐了血, 还不是你和小招来收拾? 曲飞烟想了想后吐蛇道, 也是。 随后, 楚清和开口道, 人家一没什么歹意, 二又态度极好, 还有神水公作为后台, 为了这个事情就将人杀了, 说不过去。 既然不过是误会, 而非是真的敌人, 何必将事情做绝招来 整个神水公这样的顶级势力 作为敌人。 吃饱了撑的, 嫌自己生活不够刺激吗? 杀人这事情, 楚清和不抗拒, 但也没特殊的癖好。 不至于做出为了杀人而杀人这样的事情。 一旁的曲飞烟不解道, 不过以公子的下毒水平, 为何方才还要让小招拿水过来对解药? 听着曲飞烟的询问, 小招好奇地看着曲飞烟道, 公子下毒的水平很高吗? 曲飞烟点了点头, 然后小声道, 东方姐姐和月姐姐都被公子要翻过, 而且以他们的实力都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高不高? 只是, 这话才刚刚出口, 两道冰冷如刀的视线便落在了曲飞烟的身上。 什么叫做三天不打上房街娃? 这就是, 此时此刻, 在东方不败和妖月的眼中, 曲飞烟就是属于欠揍皮痒的一类。 被两女这样盯着, 曲飞烟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意识到说错话后, 转对着两女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 不过迎来的, 却是两女冰冷的笑容。 见此, 曲飞烟脸上的笑容也是顿时一将。 这下惨了。 就以往的经验来看, 下午的时候, 自己估计是得挨一顿混合双打了。 想到这里, 曲飞烟不禁忧怨地看了一眼小招, 引得小招一脸的不解。 将一旁曲飞烟这乐极生悲的样子收入眼中, 楚清河心中也是好笑。 随后徐徐解释道, 将解药混在水里面给人喂下去, 也就显得下毒水平没那么高了。 楚清河又不是小孩子, 在东方不败和腰跃这些熟了的自己人面前, 偶尔显摆满足一下虚荣心也就算了。 在外面面前, 没事显摆什么? 虽然不至于半猪吃虎, 但藏个捉流点底牌终归没错。 万一神水公后面还不罢休, 楚清河手中的毒也能再派上用场。 阴人这东西, 讲究的就是一个阴险, 敌人心中毫无防备。 东方不败, 忽然开口道, 不过就算是你留守了, 怕是事情也不会这么算了, 过段时间, 怕是会有神水公的其他高手过来。 楚清河耸了耸肩道, 我知道, 但不是有你们在吗? 那神水公又不蠢, 不至于为了一个玉佩, 同时得罪日月神教和仪花宫两大势力吧。 妖月看向楚清河道, 难怪你会主动将那神水公的弟子带回来, 原来是从之前便考虑到这些了。 楚清河叹气道, 不然呢? 总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毕竟有城里面那捕快在, 蛮肯定是蛮不过去了。 大致确定了对方的意图后, 确定事情不算特别棘手, 楚清河才敢将人带回来。 不然的话, 没楚清河之前那些药粉, 怕是这几名神水公弟子, 不吐几口血事, 走不出这院子里面。 将楚清河这回应收入耳中, 妖月也是玩耳。 虽说, 妖月不在乎那神水公的弟子, 但也不得不承认, 楚清河处理事情时, 的确是面面俱到, 常人难比。 这时, 曲飞烟问道, 会不会那几个神水公弟子回去后, 下一次来的, 就是神水公的水母音机啊。 然而, 这话刚刚出口, 楚清河不禁在曲飞烟那后脑勺拍了一下。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 或许是习惯了, 被楚清河这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曲飞烟浑然不在意, 反而是好奇道, 怕什么? 反正有东方姐姐和月姐姐在, 而且, 他们两个现在都已经是宗师镜圆满的境界, 那水母音机来了, 也不用担心。 妖月轻声道, 这西南之地皆是我移花宫的管辖范围, 那水母音机若是赶来, 我不介意让她知道这西南之地到底是谁做主。 一旁的东方不败听这妖月的话, 则是轻哼一声, 胸大无脑的纯女人。 听到一旁东方不败的冷哼, 妖月的眼神也是瞬间刮了过来。 这时, 曲飞烟继续道, 听说那水母音机以前也是和月姐姐和东方姐姐一样, 在百花榜待过, 但一年前, 却是被百小生从百花榜上移除了, 月姐姐, 你们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神水公这样顶级势力的公主, 水母音机在爽九之灵便迈入宗师境, 并且成为神水公新任的公主, 名声可想而知。 据闻当时水母音机也是百小生旗下百花榜和宗师榜双榜齐名, 不知道引得天下多少舞者神网。 否则的话, 大明之中也不可能将东方不败, 妖月以及水母音机并列。 因此, 当一年前百小生将其名从百花榜移除时, 可谓是天下震动。 不少人也是为此事议论纷纷, 好奇水母音机被百花榜出名的原因。 而其说的最多的, 便是水母音机毁容了。 也有人说水母音机练功走火入魔导致面容大变。 毕竟百花榜上只列角色。 被百花榜出名只能有两个原因, 一为身亡, 其二, 自然就是年华不在。 对于这一件事情, 取飞烟也是好奇具体的原因。 对于取飞烟所问, 妖月诞生道道, 我移花宫和神水宫素来没有联系, 那女人出了什么事情与我何干? 眼见妖月也不清楚, 取飞烟不禁撑着下巴, 眼中的好奇之色更浓几分。 最后, 还是楚清河诞生道, 江湖中最容易死的, 就是好奇心特别强的, 实力不够最好还是收起你的好奇心, 赶紧去厨房做饭。 听着楚清河这话, 取飞烟撇了撇嘴, 然后站起身来和小招一起前往厨房忙活。 事情解决了, 妖月和东方不败也是不再多说。 届时一言不发地起身, 重新进入到院中, 然后闭目修炼。 中午, 吃饭时, 今日的取飞烟确实和往日不同, 吃饭间时而就往东方不败的碗中夹菜。 在东方不败面前的酒杯快要没了的时候, 又是会第一时间为东方不败针酒。 这殷勤的行径引得楚清河不禁一阵狐疑。 这妮子, 搞什么? 感觉也是被屈飞烟此时的殷勤弄得有些不适应, 东方不败开口道, 有事说事。 听到东方不败开口, 屈飞烟嘿嘿笑了笑, 然后说道, 那个, 东方姐姐, 你看我爷爷都这个年龄了, 骨头都脆了, 这些年也受了不少伤, 飞烟现在也没其他的亲人, 若是继续留在日月神教的话, 忍不了担心, 所以, 虽然后面的话没有说, 但屈飞烟的意思, 东方不败哪里不清楚。 对此, 东方不败诞生道, 那会儿我已经将三十脑神丹的解药给曲扬, 并且同意曲扬归隐山林了。 说到这里, 楚清河哪里还不清楚, 在自己出门后, 屈飞烟的爷爷也是来过。 不过知晓后, 楚清河却也没说什么 让屈飞烟带着曲扬上门一起吃饭的蠢话。 毕竟, 院子里面一个东方不败, 一个妖月仔, 将那曲扬叫过来, 反而不适合。 闻言, 曲扬归脸上先是一喜, 但随后又是惊饿道, 爷爷也吃了三十脑神丹。 东方不败瞥了曲扬归一眼道, 能够在日月神教成为长老, 自然也是服用了三十脑神丹。 曲扬自然也不例外, 怎么? 曲扬没告诉你吗? 曲扬归摇头道, 以前也问过, 但爷爷说对神教有功, 所以东方姐姐暗中给了他解药。 听着曲扬归这话, 东方不败诞生道, 曲扬对你倒是不错。 曲扬归先是点头表示了肯定, 随后又是看向楚清和。 公子, 我能将酒房里面的酒拿点给我爷爷吗? 就拿一些酒就行, 不用其他东西。 只是, 面对曲飞烟所言, 还没等楚清和开口, 一旁的东方不败却是先一步出声道, 这些东西, 我稍后会去挑一些会给曲扬, 就不用你去给了。 一边说, 东方不败一边看向楚清和, 仿佛是在等楚清和的回应。 对此, 楚清和诞生道, 你们自己决定就行。 曲飞烟笑着开口道, 那就麻烦东方姐姐了。